少量的究竟 你们有没有核电是吗 采访会很有意思 因为我会核电而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 不过我想趁这个机会 向Arena进歌旧 你连续两次拿下奥王冠军 实在太厉害了 过去两周你的做法 真的很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你应该对此感到很满意 整个新闻发布时 还有澳大利亚 和全球所有的网球爱好者们 恭喜你成功了 也很幸福 婉儿的开心 谢谢 那我们来为Arena干贝 她干得非常棒 谢谢 干贝 感觉挺舒服的 终于我感到轻松了 很好 是的 好的 轻有问题的同学举手 我们先用英语 再转到普通话 Arena 进而你表现太棒了 恭喜你再次赢的奥王冠军 请分享一下您目前的情绪和感觉 对 我现在不能讲话 虽然我很难用言词来表达我的情感 但我对自己至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和骄傲 我对自己今天的发挥挺高兴的 他是一位出色的选手 同时也是个很厉害的对手 我今天应了感到非常高兴 好的 我们先从Simon开始 接着是James 好的 Simon Arena 我想问你关于我们在后台看到的一些片段 在那些片段里 你和你的团队一起挑鞋调舞 我很好奇 在这里的比赛间隙 享受快乐时光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对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玩得高兴 享受整个过程 我们总是和团队成员一起参与各种激动人心的活动 我不清楚 但他确实帮我在比赛中集中主义力 因为球场上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当我们不再打球的时候 我们只想让一切都轻松愉快 确保大家在整个过程中都能享受到乐趣 好的 James Arena 你在球场上和球场外的行为看起来差挺多的 我们了解你在球场外的性格 你在球场上是个很强的对手 我记得Rafa曾经提到 他已经球场就相变了个人 你有尝试过类似的事情吗? 其实我在球场上和球场下有不同的性格时间好事 如果我无论在场上还是场下都是一个羊 我觉得我的团队不会跟我在一起 我可能就会孤单一个人 但确实我在球场上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培养出这种自空力和更深的自我理解 确实花了不少时间 这确实是一段很长的旅程 而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刚才的说法就好像我今天之后就不工作了似的 我认为现在做这个还太早了 那我还能做其他事 但是确实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变成现在的我 好的 Simon, Matt, John, Eleanor 就是往那边直直 请问Simon在哪里? 我刚才已经喝了一点儿 你认为赢得第二个大型比赛很关键吗? 用来证明你的第一次胜利不是偶然的? 对,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不愿意成为那种赢了之后就消失的运动员 我想展示我能够持续地出席并且再赢一次 我现在真心希望能赢得不止两次 但对我来说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不管结果怎样 我都会努力不停地找方法提升自己的水平 关键在于过程 你的人事到记录的重要性 要确保自己始终保持在位 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辛苦工作 Matt 与去年的总决赛和今年旧约的总决赛相比 你这次进入决赛室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情感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认为它有点而不一样 我觉得我在球场上没怎么流露情感 但赛前我也是这么感觉地懂我的意思吗? 你还在等它 就是这样 你迫不及待要开始了 你看起来非常兴奋 虽然我在场外还是会有些情绪化 但一它进球场 我就感觉自己能掌控一切 情绪上也准备好了 我再次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尽量不被其他事情干扰 我在专心致志地关注自己 我认为差别很大 在听声过程中 您提到了您的家庭 并表达了希望有人能将您的画饭 依给他们的愿望 之后您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聊聊 虽然您持家这么远 您感觉真的持家很远吗? 是的 我很像他们 当然我们会保持联系 也会打电话 但电话毕竟和现实生活 是有区别的 我跟我妈妈讲过了 关于江北应该放在那 我们已经有点政治了 她现在非常生气 不过确实 我感觉跟他们之间 有点距离感 但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能在赛季开始之前 见到彼此 我们是在几千赛的时候 碰的头 那是我在低白 所以我们有点疏远 但也不算完全 但是我很像他们 其实我在活降感眼里 从来不提他们 我们来谈谈演讲吧 但我想确保他们知道 他们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他们是我最主要的动力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 你拿了两个冠军 进了三次决赛 都是在英地场上 你觉得您在英地球场上的表现 是最佳的 还是你相信在其他类型的场地上 也能有相似的表现 我觉得去年我已经展示了 自己在各种球场上 都能打得很好 但是呢 在那两场版决赛里 我情绪太激动 最后输了 这不是因为我的对手 他们确实是非常厉害的球员 发挥的也太棒了 主要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 导致我失去了 那两场半决赛的胜利 但我相信 只要我保持现在这种镜头而 咱们继续把瘦头的事往前推 我在宏图和草地球场上 也能打出好成绩 因此 我将继续努力 希望今年我能在宏图和草地 两种场地上 都达成同样的目标 Darren Darren 很高兴能跟你聊聊你的两次大赛胜利 还有哪带来的释然 就在你来这之前的去年 大家都很好奇 你能不能赢得什么比赛 在那些艰难的时刻 你有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 或者你失踪有信心 能够克服这些挑战 那其实这曾经有段时间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能赢 就特别是我发球老师出问题 怎么也提不上来 虽然挑战重重 但我一直没放弃 我觉得我需要继续做 我现在的工作 我的继续为了我的梦想努力 我相信我爸爸在天之灵看着我 一定很为我自豪 当然了 总会有那么一瞬间 你对自己说 看来我可能永远都搞不懂了 但你只需要继续努力 坚持不懈的尝试 到最后你就能明白 这是否适合你 你的停止那些小极思想 明白吗 好的 Tumani Ari呢 我能看见你 过去的一年整体上是不错的 但你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比如在半决赛中的势力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正确面对这些挑战 并从中学习 而不是让他们成为 你前进道路上的 的绊脚式 我相信这都是经验的积累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没有经历过艰难的失败 就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当然那些比赛之后呢 我真的很失望 我当时在哭还扎了球牌 大家都看到了 我当时真的很难过 但过了一两天 我们团队举一块 讨论了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来解决问题 以及怎样防止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终是个过程 俗话说得好 你的享受整个过程 信任他 相信自己下一次能做得更好 好的 在Netflix的系列节目里 你提到了你的目标 就是在25岁之前 拿下两个大曼冠冠军了 这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作为两次大曼冠冠军 你的自信对您的表达能力和曝光 都有什么影响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是我的梦想 我还有许多目标 想要实现 在Netflix的纪律片里 你对自己挺谈虑的 现在你成了双了冠军 跟大家分享这些事 你是不是感觉更有底气了 我觉得开放真的很重要 我特别想和我的粉丝们 建立深层次的联系 让他们真正理解我的故事 我希望我的精力 能够启发和帮助到别人 现在我拿下了 两个大曼冠冠军 这显然提升了 我对自己的自信和信念 我这辈子一直有 从强烈的感觉 我没白费时间 我做的都是对的事 我在对的地方 因此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多用英语来做 有答案吗 自从你去年在墨尔本 拿下第一个大曼冠后 你的心态有没有变得更好 打球是不是也更加放松了 还是像往常一样 我原本以为经过去年的事 我会变得更自在 不那么烦恼了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 如果你的感情还是一样 如果你还是那么渴望 如果你还在全力以赴 不停地证明你的承诺 为此分布古神 同时发挥出你的最佳水平 我以前看到冠军们 因了大满冠之后还哭 就在想他们怎么缓哭呢 但是现在我还没到那个阶段 但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还在流泪 因为他们每一次都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期望 这总是能引起强烈的情感 对 还是老样子 好的 再来两个 首先是Eckie 接着是Simon 你刚才才说过几年前 你的法球还不太行 但现在你的法球已经是寻回赛力数一数而得了 你认为这个事实对您赢的比赛有帮助吗 知道自己的法球很好 可以让你感到冷静和放松 这会影响你的心态或者比赛策略吗 那年我听难熬的 但这经历让我懂得了 就算我的法球不给力 我还是能坚持下去 我的接法球挺不错的 我的为此而战 现在我觉得我的法球比去年强一点 所以我对发球的控制感也更强了 即便我在发球是丢分 或者别人破了我的法球 我现在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难过了 我坚定的相信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有能力去为之奋斗 我有很多武器 不只是我的法球 好的 这是最后一个Simon 你提到了你爸爸 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打球是为了几年他的 去年大满馆之前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从年以后 他就变成了我最大的动力 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但现在我妈妈和妹妹都在我身边 我感觉我的考虑他们的需求 但我总是有种感觉 他是种在我身边 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相信要不是因为他 我现在不可能在这儿 没错 现在我正在给我妈妈 姐姐 还有我奶奶们演奏 谢谢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